关于车宴还没改完 我们找了好些人在改这个卷子 到下个礼拜才能改完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开始讲新课 谢谢大家 第二章是讲欲和环 第一节讲欲的例子 其实按照近世代数的这些概念 欲和环应该是比群更接近于我们的认识 更接近我们过去认识的一些运算系统 应该是这样 那么我们在引论里面也讲过了 欲和环里面有两个运算 群是一个运算 所以从数学逻辑上处理上来讲的话 先处理群 从数学上有一些方便 那么以后你们会看到这些方便 但是从这个内容来讲 实际上是它更接近我们一些 其实呢 如果不顾这个数学逻辑上的这个方便性的话 就应该先讲欲和环 那么 那么这张的意图是什么呢 这张的意图大概有这么两个目的 一个呢 就是我们开头议论里面也学过了 我们曾经由于编码的这个推动 我们引进了二元玉 引进了二元玉 那么由于其他数学和的应用里面的需要呢 我们也引进了一些别的玉 其他的有限玉 比如刚刚二元是两个元素的玉 我们可以有其他元素的玉 那么所以第一个事情就是说 又引了一些新的玉的例子 新的玉 实际上这一章里面啊 很多都是关于造新的玉 这是这个知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讲玉的一些性质 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 以前也碰过一点 就讲了个复数的时候也讲过一点 一个小的玉 上面一个大的玉的话 这个大的玉 可以看见这个小的玉上的一个相当空间 那么这个就有一些基本性质在里面 就关于它的为数的一些性质在这里头 那么这些为数的性质呢 也是很有用的 很有用的 那么我们就讲了一个应用 一个应用就是关于这个 希腊的时候的一个三大几何作图难题 比如说 有些题目大家都知道了 任意角的三等分 用这个原规之词 不能够解决任意角的三等分问题 当然有些角的三等分可以解决 有些角是解决不了的 那么这个为什么能够有这样一个结果呢 那么当然过去的话是以为可以解决 一直解决不了 但是证明能够把它说清楚 就是靠了欲的概念 没有欲的概念呢 说不清楚这个东西 那么现在这个内容已经到了中学了 就是关于三等分角 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已经到了中学了 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 更是需要把它搞清楚 中学生都应该搞清楚了 我们更应该搞清楚了 当然他们搞清楚的层次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可以用一些更深入的内容 来理解这个问题 所以这一章呢 我们主要就是这两方面的问题 先开始呢 想遇到一些例子 实际上我们遇到定义呢 在这个引论里面已经讲过了 我们写个简单的这个定义 这是简单的一个定义 就是概括一下的 一个F是一个集合 它至少有两个以上的元素 两个以上的元素 这个比我们的群就不同了 群光是非空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它不但非空 元素还大于两个以上 那么它有一个一个加法 有一个乘法 F对加法 成为 交换群 对乘法 F把零元素去掉 F信号 那就表示F里面把零元素给抠掉 因为加法群嘛 总有零元素了 把这个零元素抠掉 是对乘法 成交换群 并且 并且 乘法 对加法 的分配率 成立 则 F 成为 一个 欲 一个欲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个 把以前 这个欲的定义啊 概括成一个 更简单的说法 简单的说法 实际上我们原来定义的这个欲的话呢 是有一个加法 有一个乘法 它一共有八条条件之外 再加上一个分配率 一共三组条件 第一组是关于加法的 实际上那个加法的四条 就说明它是一个交换群 惩罚四条 就说明把零元素抠掉以后 它成为一个交换群 因为它有利元素是要非零的 所以把零抠掉 然后还有一个第三组 就是惩罚对加法的分配率 分配率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 这几组条件就写成的是三句话 三句话 那么 至于为什么引进欲 为什么引进欲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引论里面 已经提过了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复述欲 为什么要引进复述欲 复述欲的话 我们再简单回忆一下 为什么引了一般的概念 我们回忆 复述欲 它是比试述欲更大的一个术语 其实从我们认识来源上来讲 它是有毛病的 就是过去 但是我们中学里面 没有去仔细去推敲这个问题 只是接受了这个东西 当时是怎么的呢 当时这样 就是x平方 加1等于0 在十数一种五解 五解 所以那就引落 一个数 数i 它引落的 它就是i平方等于负1 那么这个就有解了 这是一个 既然是说是引进的是数 那么就得有运算 所以有运算的话呢 是数得跟这个i 就得有惩罚 所以它引落的这个 它就引落 ai 它是引入的 引落的这个 后来我们说这个也可以 还有呢 a加b r 这个ab呢 它是引路的 它是注意 它是引路 既然引落的是一个数 那么它应该能够算 能够算 这些都能够算 所以它就进来了 这些都进来了 好 这些都进来以后呢 它就承认它 有数语的 这是承认 引落 承认 然后承认以后就用了 后来就去应用了 这个应用的结果很好 是成功的 世界上很多东西啊 不是先认识它 是用它 发现成功 成功了以后呢 就慢慢的大家习惯了 比如说相对论 相对论到现在 恐怕也搞不大清楚 干嘛那么个怪相子 跟我们脑筋 想象的不一样 但是它成功啊 现在用相对论 算了一些 这个物理上的现象 它对啊 它说的一些假设 有的已经得到了验证 所以它对 因为它对 那就承认它这个里面 有真理 有真理 所以 所以应用是成功的 成功在哪呢 我们不但会解这个二次方程 是吧 不但会解这个 那可以 解 一般的 二次 三次 四次 方程 就是说可以用公式解 把公式算出来了 就是 算出了跟的公式 这大很成功的事情 这个这是 实际上我们古代 有一阵子啊 就是代数学 就干这个事情 就是解方程 找出解出来 你如果找出公式来 就很好了 去跟人家 这个打内台的时候 你随便出什么方程 我代公式就算出来了 你代不出来 你就输了 好 这个公式里面 还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即使 是十系数 多项式 全部是十根 全部是十根 这个公式中 也 必须 有复苏 没有复苏 这公式就拿不出来 你就必须 用了复苏的公式 才能够表示 十系数的 十根 十根 这就是 他用了 这个很成功 所以 很多人呢 最后对这个复苏呢 就觉得 是可信的 但是 还有一个人就不信 你这是引路的 你凭什么引路啊 这什么东西啊 咱不认得 你就凭不用个符号 就用个R 我不认得你啊 你这个引路 我就有问题 你承认他有规律 也有问题 所以这个 这是有斗争的 斗争了好几百年呢 就对这个复苏 要给他一个数学上的解释 解释 这个解释呢 我们也做过了 我们在引论里面做过了 就是做一个二维的 十数学上的二维相量空间 在这个二维相量空间 这个集合上面 引进了陈法 他加法已经有了 引进了陈法 然后对这个陈法和加法 就验证了所有的性质 所以后来就有 复苏的严格和供 所以后来 有复苏的严格构造 严格的构造 就是你这个数学上的一个 这个这个结构要搞清楚 怎么来的 这个严格的构造 就是说 给定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上面定义了加法和这个陈法 这是严格给定的 这不是引入的 也不是承认的 然后对于你的加法和惩罚 对于你这个定义 我就验证出来 这些都有 验证出来有就不是承认的了 就不是你引入的了 于是呢就严格了 所以这个 这个例子的话呢 就说明 我们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所谓引入附属欲 无非是把一个原来的欲 给它扩大了一下 造出了一个新的运算系统 这个运算系统是造出来的 虽然你说造出来 也是说可以发现的 它原来就有啊 没有你怎么能够做得出来呢 发现了 这个新的这个系统 这个新的系统呢 有很大的用处 所以这个新的系统就站住脚了 这是这个回复数语 二元欲 F2 它是在 编码 问题 的推动下 引入的 你在这个问题里面 引入了这个东西以后 它就可以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 这个引入的呢 所以F2呢 是一个新的运算系统 它这两个元素 这是过去没有的 对不对 过去没有的 所以这个呢 也是我们 为什么要引入一些新的欲 而且为什么叫一般欲呢 它不是原来的数欲了 是不是啊 不是原来的数欲了 这复数欲也不是实数了 二元欲更不是了 它是两个符号做成的 一个符号是零 一个符号是一 那么关于这个呢 我们已经这个讲过了 而且还做过些题 后来还经过一些小测验 是吧 我把那个测验呢 还进行了个统计 这个统计啊 就是说我给了一个 马斯加级书上的 完全是书上的了 那么超书有的还超不对了 就说这个 我统计下来 当时是134个人 参加了这个测验 是有102个人 反正包括超书 包括自己做 能够做出来了 就我给了一个 接收到一个向量 就来说最多有一个错 把它纠错 那么不少同学嘛 就按照书上的办法 算出来 他是错在第六位 然后在第六位 加上一个一 就得到原来的马子 恢复了 但是呢 还有不少同学 有32个同学 还不能做出这个事情来 还不能做出这个事情来 那么我今天呢 是这样 我们在这段啊 还可以再复习一下 再复习一下 这个例子呢 就在这个第一节里面 这个还再复习一下 为什么呢 这些东西啊 是我们的根本 你学近视代数啊 学根本是从哪来呢 人家就问你啊 你干嘛要引入这个东西啊 第一条就这个事情 对不对 你这个都说不清楚 你别的要学它干嘛 别的就没意思了 是吧 所以呢 这些根本的东西 要把它牢固 牢固 好 那么 这是引入了一般欲 我们在引论章的最后一 这个地方 这个引论章啊 最后一节 第二节 最后 有个定理 定理 这个定理啊 实际上对我们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他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数据上 的行列社理论 什么巨刃论 什么方程族理论 向量空间 即线性变换 还独向式理论 对任意于F都成立 也就是说 数据上我们讨论过 行列社理论 矩阵理论 方程族理论 实际上这些东西就是 先行代数的主要内容了 再加上独向式 那就是高等代数的主要内容了 他对F都成立 对一般的语都成立 那么这个都成立 我们马上就用了一下 就用到这个编码上来了 编码上就用了方程族的理论 方程族的理论 我们首先建立了方程族 也会求他的一般解 也还有其次方程族 还会求他的基础解析 于是可以对一个方程族 可以算出来 这个方程族有多少个解 多少个解 这个东西不是一般语上 原来的数语上有的 因为数语上是无限多个 要有解就是无限多个 没有是有限多个 只有二元语有限语上 才能是有限多个 所以我们就用了这个东西 解决了就一个错的码的问题 就一个错的码的问题 所以呢 在这儿 我们作为复习 我又提出几个细题 让大家做一做 做一做 这就对我们的来龙去脉 就搞得清楚一点 我做的也很简单 解决一个题 其题一 是叫造一个 13元的 其次方程族 这大家抄一下 刻下去做 造一个这个 使得 由 二的八次方个解 二十八次方个解 这是一个 西题二 西题二的话呢 就是上次那个考试的西题 测验的西题 咱们再做一遍 不过换一个 就是书上 的 纠错 纠错码 是 这是H X等于零 的解极核 这个H书上给了这个矩阵的 对不对 我这就不写了 这是一个十五位的码子 这是十五乘一 十五乘一的 这个解极核 其中 的一个码 X 被发送 收到Y Y我们把它写的横过来 它本身是一列了 写的这个 这个Y是这样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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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41 十五位了吧 收到这个 就这么一个东西 收到了这个东西 叫你 恢复X 当然 这个是最多出一位 最多出一位 那么这个办法还是这样 首先确定是错在第几位 然后给它恢复就完了 好 还有一个题 我们也是 是题三 这个概念 我们下面再讲 与F 它真 是数数系 则 所有AB 属于F 有A加B的P次方 等A的P次方 加B的P次方 这么三个题 复习一下 那么 上次我把这个题出出去了 可是它真并并强 结果出出去了 所以这个有时候 提前准备的东西 到了时候 临场还来不及修正 这个是原来吵了题 到时候一弄 还没讲到 结果出出来了 好 这是三个题 这个这么做一做 那么 书上那个Y的话 是错在第六位 这个就要算一下 错在第几位 这是我们讲这个引路 那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讲一些 这个数语里面的这个例子 那么 其他例子 其他例子 其他例子的话 我们一个呢 用的这个记号 Q更加二 那写的是 就是有理系数的 这个组合 这个组合 那么这个 集合的话呢 它是一个数语 是数语 这个数语 实际上在高等耐州里面学过了 数语 造力 像这样一个集合 我们理论上 还可以给他一个记号了 给他一个描述了 我们对这样一个东西 如果不管理论上来描述的话 就是说 他加法封闭 加法有了 乘法也有 也封闭 减法有了 除法也可以做 除法可以做 那么这个做除法的话呢 当然也很简单 就是 A加B 根号二 你要求他的除法 那就求这个分之一了 说这个数 是个式数 对吧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说 还是个形状 这个形状 大家很会了 这个就有理化就行了 对不对啊 那就是A加B 根号二 A减B 根号二 然后是 A减B 根号二 这个就得出来了 这个是 A方 减二 二B方 然后 A减 B 根号二 这是 这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结果了 这个结果了 这是个有理书 这个有理书 所以这个还是有理系书的 所以只要证明这个就行了 这是一种描述方法 对吧 但是呢 我们还有一种做法 对这个问题 它是一个数域的话 如果是个数域 那么它里面的数 经过多次加减乘除 还在里面应该是吧 那么还在里面的话 那么它这个加减乘除会得到什么东西呢 那么 那么 Q 根号二 中的数 先不做出 加减乘 可以得到 得到的数 是行为这样子 应该是什么样子 这个里面的数 经过加减乘 得到的结果 应该是什么样子 应该是根号二的多项式 这多项式是有理系书 你不管这么说嘛 根号二乘了几次 就有几次方出来 对不对 这个总是这样的 所以它应该一般的形状是这样 这个数是这样 就是说一个F 根号二 F X呢 是属于Q 是有理系书的多项式 应该是这样 它加减乘 做完了总是这种形状 因为你加有理系书 乘平方 平方撤开来 还是根号二的一个多项式 所以总是这样 好 经过一次处 然后 经一次 得到的数 除的话 无非是这样一个多项式 再除另外一个多项式 对不对 所以得到的是什么呢 F更号二 除以G更号二 是吧 这个F GX 是属于 有理系书上的多项式 总这样 而且这里面有一条 这根号二 这个带进去应该不为零 所以G 根号二 要不等于零 有等于零的了 X平方减二 这个多项式 带进去就等于零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能等于零 一定是这样 好 做一次处 还这样 底下你就可以随便做了 这样的数 再经过 再经过加钱人出 这是分身运算的 对不对 还是这个样子 我们做过的 对不对 当然这个多项式会变的 还是这种形式 它做完了 还是这种形状 所以 这个东西 要成为一个数位的话 它里面的数啊 都是用这个里面的数 经过加钱成数 做出来的话 它就一定是这个形状 所以可以得到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 得到什么形状呢 就是说 这个 用 Q G T 1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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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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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FxGx属于QxG根号2不等于 它就应该是这个东西 它得到的结合这个东西 既然这个结合经过加减乘除还是这种形状 是吧 它说的都这样子 所以呢 它在加减乘除下封闭 封闭 所以成为一个 数语 它成为一个数语 是不是 那么我们首先一条 这个数的话呢 是由Q里面的数和根号2里面的数 进加减乘除得出来的 这是一个U 这是一个U 所以我们 这个里面的数呢 这个东西的数是什么呢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Q Q中数 又含 根号2 它又是欲 所以就 含有 有Q Q中 原 G 根号2 经过 所有 可能的 加减乘除 的数 的数 数级 就说哈 这个里面 既包含Q的数 又包含 根号2 所以它包含 它们所有 经过加减乘除的数 而经过加减乘除的数 是它 所以这个又反包含了 所以 是反包含了 对不对 这又反包含了 所以两者相等 两者相等 哎呀 这里面就有个很大的问题了 这个表达是多复杂呀 是所有可能的多项事 做出法得出来 这个表达是多简单了 是A加B 根号2 它恰好是一回事情 恰好是一回事情 这回事情 其实不难证 它虽然复杂 但是它表达了一个关系 就是拿Q中枢和根号2 经过加减乘除 做出来的一个集合 这个表达简单 是由于有这件事情 由于这个粒元素 可以写成一个多项事 这根号2 一次都像是 它二次都像是不要 那么 它为什么能写的这么简单 大家可以去看看 也不难看着这个道理来 但是呢 这个 之间的这个关系啊 我们 也是我们 下一节 要讲的内容 下一节里面 就会提到这个事情 为什么根号2 它这么复杂的设置 就写这么简单 这个本质的原因 我们会把它搞清楚的 好 比如这个例子是这样的 那么 这个可以做 一个例子Q根号2 我故意写的复杂的 为什么写的复杂的呢 是为以后的内容 打下埋伏 打下埋伏 然后我们再还有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就是 所有的这种 集合 P是一个数域 数域 那么就是做这个 有理分式域 X是一个文字 文字 令 令 F X 这是 错了 令PX 就是P是这个 这是PX 是它的所有的 有理分式 我们学过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是属于P上的 所有的多项式 这是它的所有的 有理分式 那写出来的话呢 就写 FX 除以GX 然后 然后FX GX 是属于FX 这就是所里有的分数 那么 对 分式 这是个P 对分式 对分式 运算 PX 是一个 U 叫做 P上 有理分式 余 有理分式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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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嗯